最近我们家的甜蜜盛产青龙椒 家里没有想到有机的青龙椒也可以长这么大这么肥美 刚好我最近有学做了一道菜叫做 青椒香肉 其实就是把肉香在青椒里面 然后他混合了青椒的清甜 然后加上了肉的肉汁的肥美 我们今天就要来做这一道菜 用的是coco锅 大骨的coco锅 这个锅真的是非常的清亮 一个我小小的女生都可以一只手把他举起来 而且他其实是真的很清 不是需要很费力的那一种 他有着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铸铁锅的特性 但是就是重量变得 轻了大概 三分之一左右 然后他有配一个 木的锅盖 然后这样整体看起来 有没有很漂亮 这个锅coco锅是比较尺寸比较小一点 刚刚好是一到两人份的这个份量左右 非常适合小家庭或者是单身的贵族们 我们先要准备 绞肉 你可以去买细的 然后一颗鸡蛋 我们把鸡蛋打在里面 如果你其实是需要 蛋黄去做一些烘焙的东西的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只要加蛋清就好 但是因为我光留蛋黄下来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所以我就把整颗鸡蛋都打进去了 大概搅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来加一点酱油 然后加一点黑胡椒盐 然后我们来搅拌它 在搅拌肉的这个过程中呢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然后记得 一定它要朝同一个方向搅拌 不要 划过来又划过去 然后这样不断的搅打它 直到它 有一点 就好像面团成筋的那种概念 在用力的搅拌了很久之后 你就会发现肉其实变得有粘性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加入 葱花 如果你不吃葱花的你也可以不加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加一些葱花在里面的话 最后的口感会 多一些香甜在里面 葱花加进去之后其实就不用 再搅打它了 你就把它搅拌均匀就好 好 我们的肉脏就处理完了 我们接下来 处理我们的金融胶 去头 去尾 把它切断 这个段呢最后我们会在里面 加上肉之后其实它是需要两面仗间的 所以 我建议你这个高度呢不要太高了 太高的话里面的肉的那个高度太高 它其实会不太容易熟 所以 差不多现在两公分吧 两公分左右就好 然后我们要把里面的纸去掉 小汤匙 直接 这样 很干净 我们把所有的青椒都已经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把肉箱进去 你有没有开口其实是 它是会跟你 最后塞肉的 方便程度有关 这样子 那个肉 不要塞太多塞到冒出来 这样的话 因为它受热之后肉其实是会 膨胀的 所以分量要适量就好 像这种小的其实它就 不太容易塞得下太多的肉 所以大概只是 两边的顶部 会有一些肉 我们这样把肉都塞满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开火了 我们开火之后稍微加一点油 我们把油加了一点点油之后 然后把那个油均匀的把它摇散 然后均匀的铺在锅底之后 因为铸铁锅受热比较快 所以我们直接 帮它下锅了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用手 我们把 肉比较多的先下 你看受热有没有很快 其实肉下去的时候 它已经有不支撑 OK 火千万不要开得太大了 因为铸铁锅受热非常快 而且它的蓄热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让它 你可以轻轻的转动一下锅底的油 因为其实还有青椒的一些水分在里面 好香喔 我准备来翻动它 完美 其实铸铁锅真的不太会脏的 你的底部稍微撬动它一下 它就会掉下来了 不要跑 哇这一块看起来好好吃喔 今天大家其实就可以顺便体验那个 铸铁锅所谓不沾到底是 怎么回事 你看我们其实每一块肉都没有黏在上面 我们的锅底是非常干净的 铸铁锅 不沾其实有两个小秘诀 第一个就是你平常的保养 你一定要拿它来多做一些就是含有量比较多的食物 比如说你要煎牛排啊或者是煎肉或者是炒一些带脂肪的肉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受热 它一定要 肉要非常的受热 它才会不容易黏在锅上 我们在它的两面都看到它有焦香的这种肉 肉片之后呢 我们把它側身一下 你会发现青椒就是会呈现一种越来越软的状态 把它側身 然后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因为铸铁锅蓄热能力非常的好 我们反复在强调 所以我们就用它锅里面的余热 把青椒在最后的加热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我们用铸铁锅的余热大概两分钟之后 你会看到青椒其实都已经软了 我们就赶快把它出锅 其实每一个都很漂亮 我们用简单的食物的原味就能够做出一道非常好吃的东西 如果你愿意去试一下你会发现真的它会超乎你想象的好吃 我应该开始出锅了